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部》的节目 今节就想跟大家讲讲关于英国有几样的事情 在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我们三个频道的《望向编辑部》、《正江波》和《晒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首先就要特别提一提 这位前英国首相卓维斯,自从他的短暂首相生涯结束之后 都可以说得上,只剩了一段时间 而在昨天,他就向《每日电讯报》撰射了一篇长文 那篇文非常之长,我没有数过多少个字 但是今节我就不会完全分享了整篇文里面讲什么 而当中就有几项重点要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他就在文中特别提到 说他自己虽然被迫结束短暂的首相生涯 真是不可以说得上是很完美 但是到目前为止都仍然坚持着 他当时所提出的经济改革政策是没错的 只不过这样,在体制内的左翼反对声音就太强烈 所以才令到他没有机会成功推行有关的政策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意思就是 新伟成就是在党内的左傾呢? 好了,然后他也是这样提到的 根据英国预算办公室 往往都低估了税收和供给者的改革 对经济增长的好处 同时也高估了公共支出的好处 这样的情况下,就无可避免地给高税收和高支出的结果 带来压力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看到,无可避免地需要增加税收了 这一点又正正就是向新伟成打念 首先他重新他自己的减税措施是有效地刺激英国的经济的 只不过很多人就不信 觉得降低税收就是意味着降低英国政府的收入 以及降低税收也都是意味着降低英国政府对公共财政支出 他这样说就正正就是和新伟成在较早前强调要加税和削减开支 这个做法 而新伟成也认为目前英国的市场是稳定的 但是是不是真的稳定呢? 我们现在看到了有一系列的罢工 如果在面对着各行各业的罢工底下 那到底英国的经济还算不算得上稳定呢? 这个我就真是很大疑问了 接着还有卓韦斯也批评现任首相 认为将企业税的所得税从19%提高到25% 这个做法正正是在损害经济的 面临着英国左翼传统的观念和压力 还有来自国会的反对 再加上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这些等等的左翼压力 所以才导致他不能够继续担任首相 不过这样 这个世界就是成王败寇的 自己顶不住压力 也都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所以搞到下台 现在酸微微地写一篇文出来 来到去骂一下现任的首相 究竟又会有多少人会理会呢 因为现在英国面对的问题真的不够钱 不够钱 你又怎么能够有空间可以减税呢 英国可以说得上 现在已经跌入了一个死结度 在严重的经济问题上苦苦挣扎 真的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出路 另一只消息就是关于 英国的商业能源和产业战略部的科学大臣 他的名字叫做George Freeman 近日他提出要令到英国成为科学大国 Science Superpower 和一个创新的国家 这个远景 他希望英国在研究和技术领域 能够发挥全球领先的策用 同时也继续密切参与欧洲各项的任务 目前英国政府也在推进一项B计划 所谓的B计划的准备工作 就是重新加入欧盟的研究项目的替代方案 从世界各地吸引科学人才去到英国 并且建立双边和多边合作 另外这名科学大臣也特别提到 继续积极推动地平线欧洲Horizon Europe的合作 希望能够和欧盟达到950亿欧元的研究计划作对接 这些希望 看就可以这样看 不过自从英国脱欧之后 和欧盟的关系看起来就不是真的那么友好 虽然有那么美好的远景 但问题就是能否实现 目前来看也是言之上早 而这位George Freeman也说到 虽然如与红掌两者不能兼得 但希望透过参与强大的欧洲生态系统之中 同时我们的科学和研究 会在全球有更大的影响力 而未来三年 英国用于研发和公共支出将会增加30% 去到2024年 就会达到每年200亿英镑 还有他也表示下个阶段希望利用额外的公共投资 来释放主要工业和私营部门的融资 外面也有大量的资金想投资到英国的科技产业 俗英国更加需要国际的投资者更加容易投资到 形成一个无论公司基金科学圆区基础设施一整套的产业集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George Freeman也都联同商业部设立一个额外的部门 专注于鼓励全国各地的创新集困增长 同时他也都表示 各地政府的合作为了投资英国研发制定更加清晰的路线图 听起来就好像很有计划 但是说到底就是钱从何内 没错 在财政预算里面 就已经有额外的支出 来拨到去 用于科技研发 今年有钱而已 下一年还有没有钱呢 投资科技是一个很长远 和是一个很未知的投资 不一定成功的 不当然 有计划就总好过没有计划 好了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来自英国的医学协会 英国的初级医生 尤其是那些刚刚入行的医生 他们计划在3月举行一场72小时的全面罢工 以解决薪酬和工作条件的问题 哇 72个小时啊 即是连续罢工3天 而且所涉及的医生 全部都是初入职的初级医生 简单来说 就是最基层的医生 他们个个都认为自己所赚的钱 真的不够用 工作条件也都非常苛刻 长期需要长时间劳动 估计就会有多达45,000名成员 参加这次罢工投票 结果会在2月20日左右公布 而今次也是初级医生 第二次采取的罢工行动 除了NHS要求加薪被否决之外 现在连医生都说要增加工资 但是在较早前的所达成的协议 只不过是在2022年至2023年加薪2% 问题就来了 医生本身人工高的 就算最基层都好 照计都是足够的 但是他们认为加薪2%就是不足够 因为通胀实在比他们的加薪幅度超过得太多了 而根据BMA的初级医生委员会副主席Mike 就这么说 任何的行动将会在3月份进行 在进行之前也都很乐意和政府多作沟通 尽量避免任何罢工行动 而根据英国医学协会就表示 在过去的15年里面 初级医生的实际工资就已经下降了26% 这个数字就是在扣除通胀之后所得出的 过去15年变相减了26% 这个数字都挺厉害的 压得压得 如果是这样的话 初级医生站出来要争取权益 照计也都合理的 不过在我看来 以目前英国政府的态度 相信就不会理你这班初级医生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要特别提提的就是 在3日前就有一宗案件审结 这宗案件就涉及一名英国男子 他是21岁而已 他是在2021年聖诞的期间闯入温沙堡 这名男子就叫Jazwan Singh 相信他是印裔的 在3日前他就在伦敦法庭上承认犯有叛国罪 并威胁杀害女王 叛国罪是在英国这40年以来首次依法定罪的 这人在2021年聖诞节的晚上 他就手上拿着一把十字弓 就潜入英女王所居住的温沙堡 当晚他被捕的时候 就直言我是来杀女王 而在他潜入的当晚 他的儿子也就是现今国王查尔斯三世 和他其他的家人一直都有陪着女王 而根据英国检方利明疑犯 对那次的行动已经策划了好几个月 在当日的时候他成功潜入温沙堡 就很不幸被一名警卫所发现 从而被逮捕 另外根据警方的分析 他带着那把十字弓是可以令人重伤 甚至乎置人于死地 而在他受审的时候 也承认犯有威胁杀害女王 持有攻击性武器 以及违反叛国罪这三项罪名 相信法官就会在3月31日 宣布对他最终的判决 如果真的被他成功刺杀的话 那件事件一定会骂得很大 不过这个人是坏了 相信他犯叛国罪是很久 而英国的叛国罪创立于1351年 可以说得上是英格兰国会制定最古老的法令之一 而且自攀布以来也多次经过修订 好了关于英国的话题就分享到这为止 下节回来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话题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